昨天啊 我在磕一口袋里 看到他买戒指的小票 你说他是不是要跟我求婚了 当然哦 戒指都买好了 那肯定是想要跟你求婚啊 我觉得也是 哎 我到了 我跟你说了 哇 你可真大 你出了什么 当然没有分心 对吧 我跟你说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郎 我不买这么贵的戒指 怎么套出他这房子 原来我跟他在一起 我以为是你的爱情 呢 舅舅 送你的 这东西啊特别贵 护肤效果特别好 哇 这可是特别吧 你怎么买到的 哎 我跟你说 这东西我可是托人 排了大半个月才买到 花了我大半个月工资呢 谢谢啊 不过这东西太贵了 以后还是不要浪费这些钱了 哎 没事 只要你喜欢都给你买 对了 舅舅 嗯 你家是不是快拆迁了呀 哦 是啊 下个月就拆了 哦 那你们到时候住哪儿 嗯 说是给了一个三句式的安置法 哦 哎 需要帮帮办家吗 可以啊 那行 伯父 我得了几瓶好酒 带给你尝尝 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东西啊 伯父 这个是好酒 一年不过几千瓶啊 这个不好搞啊 哎 伯父喜欢的话 要多少有多少 你再这样下去 可怕我爸的嘴养掉了 给咱爸的东西 那肯定是得最好的呀 谢谢你啊 哎 一家人嘛 不讲这些 对了 伯父 上次我林秋秋说 您跟伯母要搬去 那个安置房了 是啊 好不容易 人家给了个三句式 别人都没有 我是觉得吧 可以换成两套林静的包子 这样不管秋秋想住哪边 都挨得林静的 两套 是不可以 人家肯定不给 那咱可以买房了 哦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拿拆迁款的话 倒数就有两百万 这一局首付也不过一百万 这样算的话 还可以剩一点钱啊 这 哎 你看啊 我跟秋秋迟早是要结婚的 到时候也方便过来 照顾您跟伯母 再说了 万一之后有了孩子 也方便您跟伯母 过来看小孩是吧 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 咱们先吃饭 啊 好 你小子啊 特别忙啊你 嗨 你小子啊 学着点 哎 那你房子买了没 房子嘛 迟早的事 现在啊 他对我死心卡丁 只要他答应嫁给我 那房子 会有我的一份 原来他所有的真心 都是因为房子 哎 等会秋秋来了 你们多喜哄啊 好 放心 可惜你的福音算不来了 要落空 等黑夜问白天 能不能省眠 会自女人间 啊 啊 啊 秋秋 你愿意嫁给我吗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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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我愿意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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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恭喜你 有喜堂啊 少不了你们的 哎 秋秋 这么大的歌声大 雨哥对你真好 我也想支持我们朋友 我愿意嫁给你 喂 爸 秋秋答应我求婚了 放心吧 当我结婚了 当我结婚了 就把你们接到大城市来住 咱们家呀 也算在大城市扎根了 哎 可宇 你来看看 你觉得这个房子 户型怎么样 你 你爸答应买房了 是啊 我爸想说 我俩不是快结婚了吗 就打算用拆迁款呢 给我们买一套 大点的房子 当做婚房 真的 都可以把我爸妈 接来一起住了 嗯 哦 我的意思是说 我爸妈不是一直 想来看我们吗 他们住几天就走了 你放心 我们自己的婚房 我们自己住 哦 我看一下 秋秋 秋秋 快点啊 去帮买房手续了 什么买房手续啊 我是说好 今天买房子吗 买房手续 已经办好了 我还没签字啊 我的房子 为什么要你签字啊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呢 就是这房子 没你份 你耍我 不是你先算起我的吗 三万块钱钻戒 加上几千块钱的礼物 就想套牢我的房子 还想接你爸妈 一起过来住 我说你这如意 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 这难道不是我赢得的吗 我给你和你爸 买了那么多东西 我对你那么好 这房子不应该我那份吗 你这明码标价的真心 我可真要不起 分手吧 你不能当 付出这么多 我必须找到回报 还给你 爱不是明了标价的商品 真正爱女人 只会长觉亏欠 而不会长觉亏本 夏捷 你今天第一天来上班 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布置会场吧 好 我才来 能不能让我先试一下 我在家里 从来都不做这些 你好 可以了 你把这个表格做一下吧 怎么做啊 不会 你不会你可以学啊 学不会啊 你 你有这夫妇在这跟我说 自己早就做完了 最讨厌你们这种 职场老人 义老卖 欺负新人 哼 秋秋 你看他 他整天像大小姐一样 坐在公司 什么都不做 还是我欺负他 没事 我会解决的 哎小姐 你把我桌子上的合同 送去上林集团 他们今天签约 千万别搞错了 上林 太痒了 我不想去 你找别人去 公司是上班的地方 大家都很忙 你有义务完成你自己的工作 哎呀 这种你会讲大道理 行 我去 我太着急了 就随便拿了一份 怎么办啊 求求姐 这还有一个小时就签约了 这可是几个亿的合同啊 我们要被开了吧 没事 你下次做事可要再仔细些 放心吧姐 明明就可以自己送 还非要任务 去跑 过一看我出场 可我等着 还好这次合同及时送到了 要是耽误了跟上林的合作 你们俩赔得起吗 主管 其实这个 都是求求姐没跟我说清楚 看我拿错了文件 主管 你说我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我怎么搞得懂啊 你说你也是 你带着实习生工作 就不知道仔细一点吗 主管 行了 别解释了 这次方案还要给你们做 上林公司的人 明天要来视察 你们务必要给我认真对待呀 好的主管 保证完成任务 三二一 嘿 这不是你答应下来的吗 你这就要走了 我只是个实习生 你真要让我做 可以开始了 主管 这是我的方案 哦 嗯 不错嘛 啊 秋总 您看 这不是我的方案吗 这个虽然是实习生做的方案 但已经非常成熟 这不是我的方案吗 是你偷了我的方案 秋秋姐 你有证据吗 也不是 嫉妒我吧 这个方案确实不错 既然如此 那你就说说你的想法吧 哎 既然是你的方案 我想就不用看了 我 嗯 那你来说说吧 我们这次云顶集团和上林集团的合作 在未来一个月之后达成协议 看来就是小姐脱了秋秋的方案 看来让你来基层锻炼锻炼还是不错啊 爸 你可轻松了 我一个人该两个强 秋秋真是少人的前期啊 这种盗取他人劳动成果的人 你还要留 啊 不留不留 你被开除了 秋秋姐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还什么都不懂啊 什么都不懂可以去学 没有人生下来就懂 如果你是一味依靠别人 那你只会成为职场巨英 今天你什么都不懂 你别来上班